网红风离凭借台卫风格走红 深受不少网友的喜爱 他年轻时曾因误入歧途 入狱服行了一段时间 日前那段过去再次被提起引发网友热议 他与二日在个人社群平台再次发文道歉 坦言事情发生到现在 仍是自己心中一道阴影 他也透露早在十年前诈骗事件发生当时 以亲自登门向当事人道歉 并与受害者和解 尽管如此 这已成为一段自己不愿提起的过往 坦言如果有机会能够再见到受害者 他希望能够再次当面道歉 并且全额赔偿给他 至少心里能好说一点 至于这件事又被重新挖出来 他表示每个人都有一段不愿被提起的过去 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他也向身为大众道歉 表示自己曾经做了不好的事 望大众给他机会弥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